今天是壁谷第三天的傍晚了啊 这是最关键的时候 有很多人呢有些扛不住啊 我给大家呢鼓鼓劲打打气 来到现在呢 一般的人呢都会出现一些个 或多或少吧 都会出现一些个焦虑啊 气虚啊 一些症状 其实呢你做好了福气的功课 大口的福气 把这些福气做到位 你就没事 你就会经满气足神旺 说到底呢还是因为你功力不够啊 平时学习的功课呢 还是没有学到位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有些人你真的是饿的话 我建议你出谷啊 他呢不见得是饿 他是馋 馋的话两种方法啊 第一种就是我那种 我去别的直播间 去看一些直播吃东西啊 第二种你可以去五斤店 找一个老鼠夹 老鼠夹子 把他支起来 用舌头一舔 一舔解千愁 马上就管用 立刻比那个充化费 还管用 台湾民嘴说 他们那半个小时到账吗 咱们这一秒 一秒钟立刻的管用 那个什么 还有一个啊 你现在呢 如果说心情不太稳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打坐 你可以学个握顾 手伸开 用大拇指 掐住无名指的根部 不用掐小拇指 掐这个无名指的根部 这个无名指的根部 这呢是三魂之翘 然后握住 放在你的福谷这儿 你呢 你在屁股底下垫一个垫 然后呢 坐在这儿 把腿呢给盖好 然后呢 你能静心了就行 不管它是散盘 单盘还是双盘 我更建议是散盘 尤其是我没有 练过打坐的 我更建议是散盘 然后呢 到了九点 你就去睡觉 等到明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这么好 啊 在这个收获之前 肯定有一段磨难 为啥说唐僧取经的时候 最后还有九九八十一难 最后一难 还把经书给淹了呀 是吧 用水给泡了 在成功之前 肯定有一次考验 咱们这个考验 就是现在 就此时 啊 你只要扛过去 别说是七天 二十一天也照样 没问题 啊 你只要把福气做到位 闭谷不饿的秘密 就在于福气 饿不死的秘密 就在于 福气 功课 学到位 啊 如果说你只是说 不吃饭只喝水的话 我不建议你坚持 啊 你就弄个清断食 一周有那么一天断食就行 啊 能保住你的体重 而且可能还要降一点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